这是王祖贤牺牲最大的一部电影 因父母双亡举梦无亲的港生从大陆偷渡到香港 逃搬定居香港的三姨 可刚到香港就被蛇头挺伤了 舌头色语熏心想侵犯他 甚至将蛇塞进他的衣服里 威逼恐吓 港生愤死反抗 挣扎中用酒瓶打破了舌头的脑袋 这才得以逃生 另一边 打扮看密超门的丁邦来到警局上班 在女友朱迪的怂恿下 向上司提出离职 哪知上司不仅不当回事 还给他派了一个新搭档 祥人 让两人立即去抓捕毒贩白粉熊 丁邦和祥人埋伏在超市 目标人物还没出现 祥人却先顶上了正鬼鬼祟祟偷食物的港生 为了抓换港生 祥人暴露了身份 白粉熊健壮立即逃跑 丁邦将港生靠在了停车场 随即猎客前去追捕 开车朝二人横冲直撞 二人身手敏捷 未尚分毫 可被靠住双手的港生却没躲过飞来横祸 直接被撞晕了过去 二人将港生送到医院 连找不到港生的身份证 又怕牵连到警察身份 在祥人的怂恿下 丁邦谎称自己是港生的老公 港生清醒时 听到了两人猜测 他是偷渡客的对话 为了隐瞒身份 他将计就计 假装自己失意 把丁邦认成自己的老公 因为无法安置港生 丁邦只好暂时把他带回自己家 还亲自为他下厨做饭 收拾干净 换上白衬衫的港生 让丁邦眼前一亮 瞬间被他的美貌惊呆了 两人边吃边聊 气氛融洽 显愉快 晚上 趁丁邦暑睡后 港生打电话 要来了三姨家的住址 第二天一大早 便收拾好物资 悄悄离开了丁邦家 港生按照住址 顺利找到了三姨家 可三姨对他的到来非常不满 家里本街有四个孩子 方子狭小又杂乱 他实在不想收留 这个穷酸的外甥女 港生看出三姨的意思 只好退而求其次 让三姨帮忙找到 当年给他接生的吻婆 只要从对方那儿 拿到出生证明 他就可以申请定居香港了 如愿拿到诊所地址后 港生立即离开了 可费尽心思找到诊所后 却得知 接生婆去澳门旅游 下周才能回来 局目无亲的港生 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 思虑良久后 决定再次回到丁邦家 没想到 开门的却是丁邦的母亲 他本就对港生很有好感 此时更是直接误认为 港生就是丁邦的女友 两人相谈甚欢 其乐融融 就在帮妈亲自教授港生 学习厨艺时 丁邦带着女友朱迪上门了 一时间三个女人面面相去 夹在中间的丁邦本想解释 那只心高骄傲的朱迪 认为男友在外面养小三 直接指责帮妈叫子无方 帮妈不敢示弱 两人当即大吵起来 气愤的朱迪当即离开 丁邦和母亲解释了 自己和港生的关系 那只帮妈非常不喜欢 无力的朱迪 反而认定了 温柔贤惠的港生当儿媳 郁闷的丁邦指责港生 破坏自己的生活 甚至疑心 他在假装实义 情急之下 港生只好说出了 自己偷渡客的身份 恰巧这时 丁邦接到了警局电话 临走时告诉港生 自己再回来时 不想再看见他 接到仙人举报 丁邦和祥人 来到一家诊所 抓捕白粉熊 狡猾的白粉熊 迅速溜走 为了抓捕成功 丁邦抱着他 从高楼摔了下来 直接进了医院 醒来时 发现港生正在身边 原来港生是要和他告别的 帮妈已经知道了 港生的身世 表示丝毫不介意 并用骨肉计 让丁邦答应留下港生 那只丁邦松口后 港生却早已离开 普述可去的港生 来到一家餐馆打工 但正要发工资时 对方却宣称 移民局的人 马上要来查身份证 让港生赶紧跑路 可然的港生 根本不知道 这是对方 坑害公子的套路 他们经常这样 诈骗大陆来的偷渡客 百事百灵 普述可去的港生 再次流落街头 外出吃饭的丁邦 看见了他 丁邦心软 本想伸出援手 可祥人却劝他 不要自找麻烦 晚上 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丁邦找到港生 把他带回了家 并用警察的身份 帮他找到了 接生婆在澳门的地址 很快就可以拿到 出生证明了 解决了心头大事 丁邦带港生去买衣服 却在这里遇到了朱迪 为了不被发现 两人躲进了港生的室夷间 却被港生推了出去 和朱迪撞个正招 不听解释的朱迪 二话不说 扇了港生两巴掌 还出言辱骂丁邦 我和你行 看得起你 好像你这些男人 我开个声 随街都有了 但是你想找回 我这些女朋友 积放这服 等于投胎的时候 找个有钱的老爸 或者有机会的 你这种男人 只好这些货色 喂 你说过没有 是啊 我打就打完 骂就骂完了 你骂个什么河 拉我啊 拉啊 气急的丁邦 只好拿出警察证 要逮捕他 这场闹剧 引来了许多围观群众 其中就有 当初欺负港生的舌头 被毁容的舌头 对港生怀恨在心 发誓一定要报复他 为了让丁邦 和朱迪和好如初 港生主动说出了 自己的身份 以及丁邦 收留自己的原因 打知朱迪 竟以此为借口 威胁丁邦 和自己见面 见面后 朱迪再次羞辱了丁邦 并提出分手 丁邦已经彻底 见识他的真面目 毫不犹豫地离开了 回家后 港生主动提出右走 不想给他添麻烦 此时 丁邦已经对 善良的港生 有了好感 再三晚留之后 港生终于同意留下 晚上 睡不着的两人 来到夜市散步 感情也在玩耍 嬉闹中渐渐升温 很快便从 互有好感到情投意合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坏人的魔罩 正在一步一步 伸向他们 从未见过 这么狠毒的男人 不仅扇巴掌 暴打美女 还死命按着他 非要在他背上纹身 暗中跟踪港生的舌头 见丁邦出门上班后 立即抓走了港生 随即给丁邦打电话 索要三万美金 拿到钱后 舌头用港生的安危 威胁丁邦 要跟他玩火车游戏 丁邦只好妥协 躲在暗处的乡人 跟踪舌头 找到了他的藏身之地 但他不敢贸然行动 将消息告诉丁邦 让他火速赶来 回到家后 舌头不甘心 就这样放走港生 为了把毁容之仇 他要狠狠修理港生 先是抓住 想要逃跑的港生 按着他的头 使劲往墙上撞 接着又猛扇一巴掌 将港生打倒在地 这样还不解恨 又撕开港生的衣服 不顾他撕心裂肺的叫喊 在他后背上 吻了一条蛇 最后还狠狠侵犯了他 此时港生 早已忘记了疼痛 只想记住 此刻的绝望与恨意 有朝一日 完完全全报复回去 正当舌头 心满一族想要逃跑时 丁邦和祥人冲了进来 看着被欺负的港生 丁邦心痛不已 发誓要让舌头血债血偿 祥人安慰港生 一定会为他讨回公道 拿着港生 却抢过他的枪冲了出去 此时他早已忘记身份 忘记疼痛 只想亲手了结坏人 舌头在丁邦的追捕中逃脱 却被港生带个正着 港生开枪打伤了他 本想再不计枪 却被路过的汽车撞倒在地 舌头趁机逃走 港生立即追了上去 追到一家夜总会时 却被埋伏在后门的舌头偷袭 倒在地上 关键时刻 丁邦及时赶到救了他 可自己却被舌头集中 命悬一现 舌头在想开枪时 发现枪里已埋有子弹 港生见状 连开竖枪 打死了这个噩梦 闲人打电话叫来救护车 港生以为 丁邦已经身亡 抱着他嚎啕大哭 那只医生却提醒他 认错人了 此时丁邦已经清醒 原来身上的呼叫器 替他挡了一枪 港生觉得自己已经配不上丁邦 要离开他 可丁邦却说 他现在只想和他结婚 让两人的关系成真 港生也不再掩饰自己的真心 决定和丁邦永远在一起 有人说 这是王祖贤 戏上最大的一部电影 其中的时报片段 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但不可否认的是 俊男美女的组合 让这段温馨的爱情故事 浪漫且美好 帅气满分 演技加持 让人直呼 经典永不过世 这段温馨的爱情故事 都不可否认了 这段温馨的爱情故事 都不可否认了 这段温馨的爱情故事